台灣25號新增12例的本土病例 那麼在雙北部分都降到了個位數 尤其死亡也降到了0 那麼大家其實關注的是降級之後 有什麼會改變呢 陳時中就說了 未來降級除非藥物或者是疫苗上 有重大的突破 否則口罩上還是要戴 想解放口罩不只要從疫苗覆蓋率 最好還是要打滿兩劑保護力採購 但想同品牌湊對變數多 混打或許是解套方法 如今指揮中心的專家委員 也有初步共識 目標族群先訂出來 但混打實施其成 未確定畢竟還有這些考量點 已經有專家背書進度渴望再快一些 而剛通過的緊急使用授權高端 也在臨時會議上 同意納入公費疫苗接種企劃 專家小組委員認為高端疫苗應優先使用在mRNA腺病毒疫苗過敏者身上 是否有機會開放更多族群 指揮中心還得根據整體疫苗計劃做滾動式調整 TVB新聞 周玉峰 黃俊瑋 吳宣彤 S小組 台北報導